高雄市長陳其邁出席 剛生見走活動受到民眾歡迎 似乎前一晚有藍營放出的風聲 一點也不影響陳其邁好心情 因為有粉專指控 證件發表會上的提問人名單 有陳其邁智庫總召曾子豐 綠營背景的大學校長 還有挺邁的觀光產業人士 只有戰約四分之一都是綠營人馬 本來就是應該獨立自主的一個機關 為什麼把具有這些政治請上 特別還包括陳市長 後援會的會長智庫警醒的人 都會放在所謂的提問名單當中 我想這個選委會勢必要講清楚 第一時間你看完了沒有問題 第二時間你已經勾選完的順序 都繳回去了 那我覺得現在再來講這個 正式出爾反爾過爾拆橋 選委會是獨立機關 我們尊重選委的安排 綠營反控藍營過河拆橋 因為選委會提供名單給四位候選人後 也都沒聽說藍營有意義 當初的當名單戲回去之後 我們也沒有介紹說有任何說 對名單有提出質疑 綠營旭公柯智恩漲價女王 立委趙天靈臉書二問柯智恩 當初為何堅持私校漲價 為何擔任彈大學務長 宿舍費大漲24%全國最高 要他別迴避正面回應 他應該去問問看 學務長有這麼大的權力嗎 為什麼把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全部框在這樣子一個頭上 這是完全不實的一個指控 對於漲價爭議 柯智恩反駁當年公司立大學 教育資源有落差 就算漲價也是為了創造更好 教育環境 反批示綠營邏輯有問題 高雄選情隨著藍綠攻勢不斷 越演越烈 繼續為了疫情冬日節採訪報導